你知道X特遣队里的捕属者 在设定里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吗 在电影X特遣队里 阿曼达所组建的小队 出现了多名不一样的反英雄角色 比如为了和平会不择手段的和平使者 以及拥有股神血统的鲨鱼王 而在其中还出现了小队里为二的女性角色 捕属者克莱奥卡佐 虽然克莱奥一出场时 就给人一副很湿邋遢的样子 让人觉得这个角色没有什么实力 可在最后与斯塔罗的决战中 克莱奥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他靠着控鼠器操控了城市里的所有老鼠 成功地将斯塔罗打败了 而克莱奥操控老鼠的能力 其实是源自于他的父亲初代捕属者 克莱奥从小就和他的父亲相依为命 而他的父亲作为初代捕属者 不仅拥有和老鼠交流的能力 还发明了老鼠控制器 也因此他能够控制这些老鼠 在寒冷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温暖 在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给他们提供财物 可是他的父亲却因为一些原因意外去世了 后来克莱奥就继承了他父亲的老鼠控制器 成为了二代捕属者 在电影中二代捕属者克莱奥 是一个没有任何战斗基础的角色 他的能力就是操控老鼠以及和老鼠交流 而经常跟随他的这只老鼠名为塞巴斯蒂安 这只老鼠能够帮助克莱奥执行侦查的任务 一击破坏摄像头 让小队的行动不会被监控暴露 而且在克莱奥遇到危险时 这只小老鼠会带着克莱奥沿着安全的路线逃走 甚至在电影的结尾 这只老鼠还带领着老鼠大军 从内部攻击吞噬斯塔罗 从而将他打败 而且因为受到克莱奥的影响 这只名为塞巴斯蒂安的小老鼠 还非常的有礼貌 他会主动与初次见面的人打招呼 也会主动分享自己的食物 值得一提的是 这只在电影里出现的老鼠 并不是用特效合成的 而是一只真实的宠物老鼠 部署者虽然本身的实力并不强大 但他却是小队成员里最善良的一位 当他得知鲨鱼王差点将他吃掉时 他并没有生气 反而选择原谅鲨鱼王 是因为饥饿才做出这样的行为 并且还和鲨鱼王成为了好朋友 在电影的最后 甚至还会担心鲨鱼王的安危 而不属指之所以会被关进贝尔利夫监狱 是因为克莱奥在他的父亲死后 来到了美国开始了他的犯罪生涯 结果他的能力被军方发现并看中 于是就将他抓进了贝尔利夫监狱里